Samsung Galaxy Note 手機 向來都是以螢幕大和觸控筆作為主要的賣點 但是要把螢幕做得更大在現在是越來越困難了 因此在今天發表的 Galaxy Note 10 系列上面 Samsung 採取一個不一樣的方案 這方案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去 首先就是和 Galaxy S 系列分成了三支一樣 Galaxy Note 系列在這一代也分成了兩支 這兩支並不是像大家想像中一樣 都是越越做越大 相對的呢 反而是一款做到比之前小 然後一款比之前大 所以呢 我們的兩支手機裡面呢 有一支呢 從6.4吋降到6.3吋 而我現在手上的這一支是大支的 Note 10 Plus 則是由6.4吋增加到6.8吋 但是雖然說 數字上好像螢幕變大 但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上下的邊框做到非常非常的窄 和我現在旁邊的這一支上一代的 Note 9 相比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它並沒有比 Note 9 大 但是螢幕大的足足有 0.4吋 螢幕在視覺上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棒 這個螢幕呢 是 AMO LED 然後呢 支援 HDR10 Plus 的那個高動態對比 螢幕的解析度呢 是 QHD Plus 那比較小一號的那一台 6.3吋的 Galaxy Note 10呢 它則是 Full HD Plus 的解析度 同樣是 AMO LED 的螢幕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的中間的這一個地方呢 是它的那個挖孔的前置相機 雖然說跟 Galaxy S 系列一樣 都是被稱為 Infinity O 的打孔相機 但是呢 它從角落移到中間了之後呢 上面這一些顯示的這一些小的 iPhone什麼的 都會在大家比較熟悉的地方 而且不管是用左手拿相機來自拍 還是用右手拿相機來自拍呢 這個相機的位置都不會讓你的那個畫面偏掉 它的 3.5mm RG 孔不見了 那我是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 終於連 Note 系列都撐不住吧 這個 3.5mm RG 孔把它給拿掉了 另外一個被拿掉的呢 是它的專屬的 Bixby 按鍵 但是這個我在想 差距可能就比較小了一點點 如果翻到背面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呢 一共有 3 個主要的相機 那 3 個相機呢 分別是 1600萬畫素的超廣角 1200萬畫素的廣角 和另外一顆1200萬畫素的望遠 在 Note 10 Plus 上面呢 其實還有第 4 個相機 是它的 TOF 相機 也就是它的景深相機 它藏在這 3 個小圓洞的中間這裡 是它的景深相機 那如果是 Note 10 的話呢 就沒有多的這一顆 TOF 相機 在內部的硬體規格方面呢 Samsung 其實並沒有告訴我們 它用的是什麼處理器 只說呢 它用的是 7 奈米的處理器 這個似乎是為這個 未來使用的是哪一顆 不管是 X-Inos 還是 Snapdragon 都留下的空間 那它的記憶體呢 大小兩隻也不一樣 大的 Galaxy Note 10 Plus 它的記憶體是 12GB 然後 Note 10 的記憶體是 8GB 然後它的儲存空間 大的這一台呢 有 256GB 跟 512GB 兩個版本 而 Note 10 則是只有 256GB 的版本 機器的大小不一樣 那當然電池大小就不一樣 Galaxy Note 10 它的電池容量是 3500mAh 然後呢 Galaxy Note 10 Plus 是 4300mAh 那兩支手機都支援 25W 的快充 但是呢只有 Galaxy Note 10 Plus 這一支支援 45W 的快充 那同樣的呢 這個兩支新的 Galaxy Note 10 也都有搭載跟 Galaxy S 一樣的 這個無線充電的功能 可以替其他的裝置呢 像是手錶啊或耳機啊或是其他器的裝置呢 進行無線充電 那這一代的筆呢 其實跟 Note 9 的筆呢 是不一樣的 那 Note 9 的時候呢 這個 Samsung 首度在 Note 系列的筆上面 引入了藍牙的功能 讓你可以靠著按上面的按鍵 來進行按一下子拍照 或按兩下子切換相機 在 Note 10 的這一代 你還把筆又做得更先進了 它在這個筆裡面呢 做入了陀螺儀跟加速度感應器 讓你可以靠著手勢來進行操作 舉例來說呢 當我按著它不放 然後呢 左右灰的時候 它就會切換相機的模式 如果說我按著不放 然後呢 上下動的時候 可以切換相機 如果說我把它按著不放 然後呢 做順時針或逆時針的轉動的時候 就可以操作它的放大跟縮小 當然呢 這些功能你都可以自訂 那 Samsung 也有要把這個 SDK 放出來 給其他第三方的開發者 讓他們在其他的 App 裡面 也能夠加上這些操控的功能 那除了筆的這個分別之外呢 另外一個在這一台機器上面 做了很大的改變呢 是它的攝影的功能 它在錄影的時候呢 可以套用我們一般在相機裡面 習慣的那一些 像是背景虛化啊 或者是色彩突出啊 的這些東西 直接套用在影片上 讓你影片在拍的時候 都有這些東西可以看 不僅如此呢 它還加入一個被稱為 AR Doodle 的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就是呢 當它在畫面上偵測到有人臉的時候 它就會把畫面定框 一個框框畫在那個人臉上 然後你可以在那人臉上面呢 畫畫 我可以在上面畫個愛心 或給它畫個貓耳朵之類的 那當那個人在畫面上移動的時候呢 它頭上的那一些畫 會跟著它一起動 不僅如此 甚至你離開了畫面 這個手機都還會記得你的臉 然後你下次再回到畫面當中的時候 它會把你的那些裝飾 再把你給帶回來 那一次錄影的時候呢 它可以紀錄多達三個人臉 所以你可以有三個人在畫面當中 不停的移動 它都能夠繼續維持著 X-Pen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那些東西之外呢 在軟體的部分 它也這次增加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呢 當你寫下去的文字 它能夠自動的辨識 幫你把它給轉成文字之外呢 你還可以直接把這個文字 轉成Word的檔 來把它給存起來 那除了大家能夠想像到的英文之外呢 這個手寫辨識的功能 支援多達68個不同的語言 包括我們的繁體中文當然也在內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其實Note10這才新增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像是這個Dex的支援 或者是呢 一個叫做Galaxy PlayLink的一個功能呢 讓你可以把這個PC上面的畫面 投影到手機上面來玩遊戲 這些功能呢 我們在這個文章裡面 都有更進一步的介紹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記要去看我們的文章 並且繼續關注我們在本地的價格和上市時間的報導 非常非常感謝